So what's up guys? 我是GWAD I'm Batman 我們今天要來玩一個遊戲 它這個遊戲就叫做 Will you press the button? 其實今天的這個遊戲 我是最近是在這個 YouTube上面看到 可以在Google Play上面找到我 或是直接去Google 就是在YouTube看到有 YouTuber YouTuber他們在玩 當時我也來玩了一下 有很多人是這樣講 就覺得不錯 可以來錄成一個影片這樣子 你們在看怎樣 因為我就 看這個文字 有沒有誰要看? 當我玩一個遊戲更多 可能到時候跟我朋友 一起來玩這個遊戲 還是請其他家貝拉 一起來玩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們看了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你們的選擇是怎樣 也可以一起來討論 後不多少我們就開始這個遊戲 OK 這樣它轉線了 過後這個轉線也會有一點奇怪 因為它的英文名字 原本是叫做 Will you press the button? 會按這個按鈕下去嗎? 然後它轉線的時候 按這個 你會按嗎? 按按鈕 好像 應該說你會按按鈕嗎 剛剛 它會轉線有點奇怪 不過就大概 大致上這樣子 OK 你會按按鈕嗎? 你會按嗎? 按鈕 這是比較中二一點 OK 你是上帝 但是 你必須回應 地球 上所有的 慘了 因為我划完 我看的很慢 中學方法 開始就沒有拿完 所以我看那個 YouTube這些 我也是看英文 所以 你必須回應 地球上所有的 祈禱 必須啊 如果我是上帝的話 任何祈禱 這句編應該是 包括我自己的祈禱吧 都應該必須回應了 不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應該 OK 我就在想 這個地球上所有的 祈禱就包括那個 好的壞的都祈禱 都要 必須要回應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 不 我不會拿 你沒有按按鈕啊 這個比較正確一點 然後這個遊戲就這樣子的話 你按按鈕了過後 你就會看得到 有多少個人 按那個按鈕按下去了 所以 其實這邊可以看 有一半一半我覺得 可能 這些按下去一半的人 就可能是比較 樂觀派的 然後 就沒有按下的人 多了 按按下的人 多了一點點 所以 我是屬於那個 所有的祈禱 雖然那個應該 嚴格上來講 不算祈禱還是詛咒 不過 永遠不可能知道 better be safe sorry 過後可以玩一下英文了 然後我這個按鈕也 不要放棄 OK 下一個 你會進入一個房間 遇到一個人 他會永遠改變你的生活 但你不知道 這個會是還是壞 永遠改變你的時候 不會找好事 壞 這個五十五十 像我這樣的人 因為我是肯定不會 不會按下去的 因為我這個 感覺 怎麼這樣說 Risk太大了 太炮聲了 所以肯定不會按下去的 不過也可以想像一下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進到一個房間 你打開門 然後你看見一個人 他身上全部穿著那個 炸彈 就是死事意上的 改變你的生活 不過我就不會了 這個也是 44%的人沒有按 只有56%的人會按 所以會按的人 就會比較多一點 你可以讓自己 和另一個你喜歡的人 永遠不死 而永生的前100年 你必須受腹血 其他人 其他人不會有事 然後 這一個就比較有趣一點 這個忍受腹血 到底是4個小時 還是100年了 而且如果是那種 可能一天 好像一天三餐 忍受腹血這樣的話 應該OK 可是 但是你又想 如果是 你只要吃東西 就會腹血的話 那個就有點 有點操了 不過雖然說 永生不死 你家腹血都不會死 我覺得 感覺我是比較 悲觀的太重 因為你要想 你跟 應該喜歡的人 永生不死 100年了 如果我在一起 100年了 你會不會這樣 雖然可能是我想他 想他太多 不過 可能有一些人會 我覺得應該會 蠻多人都是會選擇 按按鈕吧 嗯 不過就該想我說 可能是一天 膚血一次 這種話 安全性用起來 一百年一下子過去 而且又膚血死不了 嗯 這次我就選擇 樂觀一點 就把它當作 不是24小時膚血 24小時膚血的話 這樣 這個對 就是 我就又怕一三二人 就選擇了 安安點 您可以對所有疾病免疫 並了解所有治療方法 聆聽每一個人 臨終前的最後想法 嗯 這個其實 是意外 就滿 也是滿不錯的 而且我是寫漫畫 畫漫畫這些 剛才一開始想是 不錯啊 然後寫漫畫這些 可以 要聆聽每一個人 臨終前最後的想法 也不錯啊 可以當作靈感 可以做成 然後這一類的故事 把它做漫畫 咦也不錯啊 可是 如果他們臨終的想法 都是搞笑啊 還是奇葩的話 咦那些要寫什麼話 也不錯 所以我抓第二句啦 有37%的應該 就是那些 知道自己臨終前 會有什麼想法 都不想要的 還是他們認識了太多 地獄的人 想法太地獄那種人了 所以安寧可不要去 治療其他人 我也不想要聽他們 臨終前最後的想法 就給我來說 不管訂閱不訂閱 我應該都可以接受 嗯 對 下一個 你可以催眠任何你想要的人 強迫他們做任何事 一小時後 OK 但是 之後他們對你進行催眠 一個小時後 這個當然就是 不會啦 他們要對你 要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至於是什麼質疑 我就不要追溯太多 來下一個 你按下一個按鈕 但它不起作用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人有做啊 這個就是告訴你 你想不想按 感覺很多人對這個按鈕 感覺很治癒 所以它滴滴滴滴那種聲音 我沒有說了不按 哦 這個 幾乎八十一八十的人 會選擇按下按鈕 再來有很多人 就是對按鈕 有很多一種執著吧 來下一個 你可以在水下呼吸 睡以下 你並沒有影響說 你可以看到你想要生活會非常大 這個基本上就是Aquaman 但是 無論你走到陸地的哪裡 你必須選擇的 哦 不會啦 這個有點太麻煩了 就是把你變成一條魚 你原本你是能在陸地呼吸 你現在只能在海底呼吸 不要啦 蠻多人 五十八十二的人 按下這個按鈕 所以就是 也算是一半一半 差不多 要六十八十二的人 按這個按鈕 意外 可能他們覺得 他們在陸地上的生活 太可憐了 逃離這個世界的生活 我肯定凌云下海 然後被曬魚醉 那些啊 你會讓步來一步來曬車 換你們一下 Brian Blast 是誰啊 web search意思啊 聲音是不錯的 就是 你會 每個人在男孩中 敘述就講述你的生命中文每一刻 但是 你每一種都會感冒意思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 這個Brian Blast 粉絲在那邊寫的吧 然後就寫這個問題按 如果解決這個遊戲 你可以自己 寫這個問題就下去 這樣我 我就在想 如果給你們來寫 就會不會按下按鈕這個問題的話 你會 也可以在下面 寫想要寫的這個 你會用什麼什麼 但是 就是這樣問題的 你可以寫在下面 然後到時候 我再看又要來做 夠多這個問題 這樣的話 我來做一期 就是用你們寫出來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來玩看這個遊戲這樣 不過對我來說還好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要大便的話 你的腦袋又會出現一句話 就 He is taking a shit 然後不要問為什麼 會想 可能有人會想 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你在走路都好 會很epic He is walking 什麼epic 然後就是 可能一開始有些人 包括這個Brian Blastford的粉絲 我都會覺得 可以感覺很爽 可是我覺得 過不了一天吧 我一直要被講 一直要被講 會很煩 看來也有29% 24000多個 按下按鈕的是 Brian Blastford的粉絲 61萬的那個是 不認識 像我這樣不認識他 或者說 我就是像我這種 悲觀主義的人 也不算是悲觀主義 就是我會先去想他的 為最壞的scenario做達成 不過這個就是悲觀主義 然後現在 你會得到一個按鈕 按下按鈕都會給一百 每人 就按了沒有問題 但是 看到一百每人按鈕 就給一下 我就按就對了 但是每一次按下按鈕 你都必須重溫你人生中 最糟糕的記憶 啊 最糟糕的記憶啊 我最糟糕的記憶是什麼 可是這裡要講 最糟糕的記憶 好像是 是要重溫多久 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是要重溫他 因為你想 你重溫 有時候 你可以想回去自己記憶嗎 然後可能就是用它 一瞬間這樣子吧 或者是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吧 可能一瞬間這樣怎麼辦 不過你也是要想 如果好你的腳 找到那個床腳 然後你的腳很痛的話 你要重溫那種 不過確實也是蠻痛一下 不過一千千美元 馬幣四千多塊 按一下 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按下去吧 所以我覺得 按下去啦 反正你可以控制它的時間 只是你想 你重溫你那個最高 你這個最高 糟糕的記憶已經弄好了 你就應該就ok了啦 只是在打算要不要按 然後會不會離缺點 都挖一下 你跟你想說一下 你現在很拒絕 我跟那個耐用 你就Speed Run 就Speed Run 你這樣子也可以喔 你按 因為你按一次 你就要重溫一次 可能它只是 好像那個 安排就這樣 就按一次 它就在重溫 還要loading嘛 它重溫到一半你就按掉 誒 你skip 有一種好像好像 我們在玩那個TikTok 還是滑梭這樣子 你按下去 就oh shit 是這個記憶了 按多一次 就是去下一次 去下一個 應該是有很多種的 我覺得有很多不同 糟糕的記憶一樣 就很多人按下去 很多人就說oh 反正是經歷一下吧 我可以自己控制 還是按 可能肯定不出一個月 全部都變成了 亦萬復活 你是不 這個是kang的那個意思 這個是我不會讀 就是死不了的人 每次死了之後 多會復活 每次你死後 你所有 愛個人也會死 就有一點害羞 這才不太盡那個了 你死了 你死了後 你全部都不禁掉了 你要去重新認識 甚至 有74%的人 不要 不過確實也是 太孤單了 太糟了吧 這個 下一個 你變得非常有名 非常出名 但你沒有家人 這個 我還不能 對我來說 就是 變得太出名了 你沒有家人 欸 等一下 我才要說 沒有家人 就讓我想 變得非常出名 可是你沒有家人 因為剛剛 我原本是在想 沒有家人 然後就是 所以你跟女孩有朋友 有時候就沒有家人 就可能我覺得是包括 未來的 你的伴侶啊 你父母啊 然後你的親戚這些都沒有 後後我又在想 又有另外一個 第一的想法 因為你看那個 你變得非常出名 但是突然間 就對你沒有家人 繼續產生 產生了 奇異的想法就是 第二次讀到的時候 我的腦袋 剛剛好轉過來的時候 就想說 你沒有家人 我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想到Batman 不過就是 我不會按 我不會按 這個只是講 你變得出名 出名你不一定有錢 可能 可能是你 因為你殺死了 你家人才會出名 不過有錢 你沒有家人 我也不會按下去 太孤單了 沒有家人這些的話 我是這樣子的 不過 確實我看 世間流流一下 可是你變成 我爸想說 你變成Batman 你會按下按鈕 按 不要 開個玩笑 不要玩笑 你可以穿越時空 沒有任何限制 但是 每一次旅行一次你就會老 就是 應該不叫旅行 就是你每一次 瞬移一次 對 for every one trip you make 就是 每瞬移一次 你會老一順 然後你也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會死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 這個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 你病死之前 如果你遇到那種 症狀意外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用這個 就是你要死的時候 就是 瞬移一次安全的地方 之類的這樣 雖然是你會老回去 不知道幾次會死 反正你想了 可能 因為有可能會有人覺得 想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可能會用太多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能力 可以控制 就是不會想 我現在想要去大便 就是瞬移一次的 因為這個 你可以自己選擇 統計來說 一般一般 所以就有人要按 可是我覺得就是 這樣子的 這個能力也不錯 好像我剛才講 你要發信意外 所以可以瞬移掉 你瞬移掉 你死掉了 就代別人去 你的時間一定到 我覺得OK 如果你不要用這些 廢廢的事情上 我覺得 控制在一定的 這樣子下面 你現在 按下這個按鈕 你現在得到16美元 但是 這兩個地方 其實 非洲 他雖然算是 第三世界國家 不過 他的發展以來 也算不錯 雖然 這個 朝鮮 因為我覺得應該很多人 都會按下按鈕 可是我覺得 我就有一個 墨非定律 那種想法 就是 你現在拿到16美元 突然間那個 可能朝鮮 換到 進程世界上 最美麗的國家 什麼 女生地 之類的樣子 還是肯尼亞 其實肯尼亞 現在也是 他的經濟 也是越來越發展越好 所以我覺得 為了這16美元 這個城市 是可能 我又習慣這樣子吧 沒有必要 雖然可能 不會想去 可是我不至於 不至於去 也是 也是 74%的人 不能選擇了 74%的人選擇了 按 結果很多人覺得 這樣可以拿 就拿 像我講的 按下去 這個 超鮮 改超萬代 這個是 把他的那個 經濟 雖然是不大可能 不過突然間 經濟變好 可能是下一個 中國裏他的 opportunity 可以去投資 這些什麼 覺得 不過也是16美元 沒有必要 不然 不然 你可以和 貓說話 但是 他們是種族主義者 Racist 就是歧視人的 然後討厭你 什麼 這個是racist 因為貓全部都是 逃藥 黃蟲的 其實我自己有養一隻貓 就叫 我看到第一隻貓 可以跟他們講話不錯 不過我感覺 這個貓就屬於 要傲教的那種 我覺得 不會了 這個又Racist 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 在我們按下按鈕的時候 他們變成Racist 種族歧視的人 然後還是 他們在我們還沒按下按鈕之間 就是種族歧視 我歧視我 然後歧視我這個 黃蟲的 金棒叮噹 HISD 可愛 我覺得應該 不管怎樣都好 你可以跟他們講 一話 然後他們也是沒事說 沒有那個意義 不然那個 剛才你們看到 就是剛才我沒有太注意看 不過他應該是50% 就是 50%的按下去了 他們應該 就是貓奴 雖然我有養貓 我不是貓奴 我就是 50% 就是喜歡貓 喜歡到 給他們見他都好 還是什麼都 OK 我是覺得 我可以來錄一期 就是英文的 也可以一邊 用講英文 然後用translate成華文 這樣子而已 有啦 我覺得也是可以 來當作一個 學英文的一個機會 我是會英文 不過就是 我覺得我想要多 講一點英文 來improve一下這樣子 不過你們再給我知道 在留言下面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要繼續開始了 繼續玩遊戲了